书法是智慧的结晶,更是独步世界的文字艺术 书法课在校园逐渐视为,但许多民间社团仍致力推广 书法是种智慧与文字学结合的艺术,在今日仍广为大众欣赏 日前在高雄文化中心制高馆就举办过一场 由台湾书法学会成员共同展出的连展 也吸引市民朋友前往感受 书法名家叶茂清老师,展览期间也到现场 同时他也分享,若能够自己去体会写书法 不仅能练得一首好字,借着书法更可以练心,培养专注力 写书法三十并齐 如今就是用嘴巴用心劲来定立你的心 但是我们还有一组笔,一组笔就是定我们的心 比较容易体会到人的心境 比较不浮沉 因为写书法就是那个笔,笔道,意道,心道 三不齐啊,就是跟那个早上起来 似乎在读经的那个课程 一样,但是谁书法 里面的文入谁 谁的文入艺术美 比较有内容,比较多啦 即使走向数位科技化 许多传统的艺术不该舍弃 尤其现代学童耐性较不足 书法教育正好可以培养耐心和专注 除了民间社团组织的推动 教育当局也要落实扎根基础 才能够得到普及的效果 法杰新闻勇取高雄采访报道